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在排泄的时候非常非常缓慢的 而这些东西在里面势必是形成了大变 而且它下得慢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影响 它覆盖在的就会影响我们的检查 甚至于堵住我们的场景里面的管道 使我们没有办法再检查下去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泄药 就是我们做场景除了这个饮食 不让它吃这个带渣渣饮食之外 我们还要吃一定的泄药 那么泄药一定要服用到道量 比如说你去医院看病的时候 你告诉大夫要做场景 大夫一定会给你开泄药 但是你一定要告诉他我有没有便秘 我有严重的便秘 那就是提醒大夫给你多加一点泄药 泄得越干净 我们的检查效果就越好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净饮食 大家前一天晚上一定要净饮食 净饮食不单单是净的饭菜 有的人就说我吃点水果可不可以了 嗑点瓜子可不可以了 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吃 肠道越干净 肠经检查效果越好 咱们一起吃饭菜 也好 麻煩 咱们一起吃饭菜 差不多 小伙子可不可以了 大夫 也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